新兵连的生活即将化成句号 第一次面对带有实战背景的拉链 新兵战士们将会有怎样的表现 艰苦复杂的拉链环境 又将怎样磨练新兵们的意志 军事纪时本期播出 新兵连的故事 毕业拉链记 新兵入伍已经两个多月了 武警云南边防总队 德虎之队新训大队的两百多名新兵 在教导队经过严格的教育和训练 现在他们即将迎来下年前最重要的一刻 毕业拉链 这一天接受拉链的是三众军 军事纵队的六班 预设背景是 对或潜伏入境的毒贩进行抓捕 开始撞 撞 撞 首先 他们要进行的是急刑军五公里 四次拉链 班长只负负责监督工作 所有情况都将由新兵们自己处理 这对第一次参加军事行动的新兵们 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而作为办理的副班长 张士达的压力无疑是最大的 因为他自己也还是个新兵 给你把他带过去 速度快点 把布子迈开 不要走 追上他们 你们两个了 五公里急刑军 刚刚过半 就有人出现了跟不上队伍的情况 这个吧 毕竟是我们第一次全服武装的进行行军 尤其是身上还穿着这个防弹衣 对呼吸影响特别大 感觉很不习惯 比平时跑三公里五公里要累得多 在班里 宋贺奇的体能本来就偏弱 此时他已经落在队伍的后面 但是看起来 张士达的鼓励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宋贺奇的脚步越来越慢了 此时 他们已经远远地落在了队伍的后面 走 走 走 说什么 走 起号 起号 大声告诉我起号 起号 起不起 起 我看你就是不行 你知道吗 虽然宋贺奇的表情显得很痛苦 但在张士达的带动和教员的激励下 他的脚步明显加快了 拉着战友抛在最前面的 是体能最好的正宝量 在张士达的示意下 他们降慢了速度 整个队伍重新收拢了起来 五五公里激行军的终点设在山脚下 最后是一段长长的上坡 这让体能消耗本来就很大的新兵们 十分吃力 又开始走了 又开始走了 我还不高兴 快 拉最后点 给我最后点 是 快 不要停啊 还有两分钟 教员的催促让张士达十分着急 他知道现在肯定有人要被教员乘送 快点 不要 注意脚下 注意脚下 快点 快点 注意脚下 还有计划快 不够 六八一到九米 十八九米 只有两米处理 你给我一百个佛车 好 我要你们速度最快的速度两分 一分钟 飞翔 你们运走十个我二十个 快 好准备 准备 佛车一半 嘿 嘿 七 七 八 八 十 和大家一起做完十个俯卧车 张士达还剩下十个要独自完成 而此时已经起立的战友们自发的选择 用蹲起的方式和张士达一起完成 到下面等下一起做 好了 大人打 到 组织原地的休息五分钟 可以喝口水 完了以后我们马上出发 电脑大一队 紧张的武装奔袭 让新兵们感到十分疲惫 而此时 他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进行修正 在我们新兵大干的客户当中 对于全服武装 极星军和上帝越野 这类的客户是没有的 我们这次的训练呢 其实主要的目的呢 是锻炼他们的意志 在他们下连之前 让他们吃一把口 让他们感觉到 当兵其实呢 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出现情况 接下来的客户是山林地越野 其中还可能会有蓝军射服 新兵们要应对蓝军的携扰 随时可能出现的未知情况 让张士达他们感到既兴奋又紧张 进去前进 第一次到这种环境来 太安静了 云南的大山里 到处是茂密的植被 十分不利于对周边环境进行观察 这让新兵们感到更加紧张 他们一边警惕地自处观察 一边快速前进 这样的行军 无疑对新兵们的体力 有极大的消耗 你把这个意思给我表达一点 现在 感觉体力稍微有点下静 注意力 和紧急性 也没有刚进山的时候那么好 是 有点困难 缓慢的行军速度引起了较远的不满 他要给新兵们出点难题 好 停 先放五十米 矮子步就这样走 对矮子步走过去 走 太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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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站起来 怎么说张家 报告 可以坚持 有意见吗 报告没有 起立 马铁了 起立 继续行进 稍微有点脱水了 此刻包括张士达在内的 新兵们的体能消耗 已经到了极限 但是他们知道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必须突破体能的极限 新兵们来到了一块 相对空旷的坡地 而在他们的前方和后方 分别是两片树林 这时 地上的两根烧过的木棍 引起了张士达的警觉 引起 到 处理 他们两面负责探路 注意脚下 军阶 停 上头 好 警方就出 够住你的警员 快点 救 你有没有发现个问题 第一个 你为什么到这里以后 才开始派出你的 前方的那个 警戒人员 是 那么第二个 到了这个地方以后 这么开阔一个地方 需要什么 需不需要高度警戒 报告需要 高度戒备 什么怎么样去戒备 你们指的腰这种去走啊 我笛子戒备 刚刚你们反应出来了吗 那么这个事 你们是不是有一名战友 已经牺牲了 是 由于缺乏临战意识 面对蓝军的袭扰 新兵们未能预先采取措施 导致措手不及 教员的批评 正是要给这些新兵们 留下更深的印象 避免以后犯同样的错误 重新调整队形后 新兵们继续向树林里进发 你们刚刚在听到枪声以后 被袭击了 那么第一反应应该怎么样 怎么爬下 爬下哪里 爬以后干什么 找原体 刚刚是我给你们出了情况 是我发了枪 看来就是你们反应速度怎么样 如果下一次再有谁反应速度慢了 第一个死的就是你 好了 关保险 起立 这时还算可以 继续前进 艰苦的拉链形成已经扩半 而前方又有什么样的困难 等着新兵们去挑战呢 面临战友被淘汰的局面 张士达将做出怎样的抉择 抓捕毒贩 新兵们又能否成功完成任务 军事实际时正在播出 新兵连的故事 毕业拉链计 现在张士达他们要活辅通过蓝军的封锁线 就感觉特别像电影啊电视里演的那样 教员拿着枪一直在身后对着你喊 旁边还有爆炸声感觉特别酷 但是很快张士达就发现 情况不是那么乐观 在现在的体能状况下 仆府对每名新兵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完成仆府的张士达 此刻显得有些狼狈 拉在最后的是赵孝 此时他的头盔和护膝护肘都已经脱落 仆府的动作显得十分吃力 加油 加油 坚持 一步一步来 你是不是要我脸啊 你是不是要我脸啊 张晓 加油 张晓 你行不行 行 行 那你给我快点 我给你一个选择 两个选择 第一个 在现在半度他没爬上来 我知道他膝盖已经破了 已经开始流血了 我现在可以淘汰他 他可以不用再流血 可以把背囊解了 可以再放松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他爬到中间 还是要淘汰的 还有十米 你选择 现在淘汰还是等一下 我上来再淘汰 快点 三秒钟 上 二 一 什么时候淘汰 说 报告 上来 你说我上 小哥坚持 我需要我们等你 张晓 加油 张晓 加油 完成整个拉链 也是他个人的意愿 我不能就因为他爬得慢 然后只因为一点身体上的情况 就把他个人最最初的想法 还有他这次来的目的 就全部否定掉 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他爬完那段路 你觉得这是你对于他的一种尊重 是 能坚持吗 能 对不对 别装好吗 确实对不对 看病难对不对 你现在都没有 还有很远哦 还有很远哦 快走啊 最五米 我必须要坚持下去 我没有不坚持下去的理由 我队友在前面等着我 我队友在前面等着我 你现在你一开始搞什么 往这走 往这走 往这里走 往这里走 从这里过去 不让你们从这里走 从这里爬过去 从这里过去 你可以选择放弃 你可以选择放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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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队 最后名初列 在 初列 大声告诈 你叫什么名字 哦 我的斩了 那么 基于现在你中文的表现 你可以退出了 将你的背腦 解下来 钻拒 tenían来 你可以给我们一起行径 但是你不参与我们后面的所有行动 我必须让大家感到苦子 感到感觉累 必须让你们感到绝望 把背囊解了 班长把他背囊解了 是 把他枪谢了 头盔谢了 谢啊 是 把枪拿过来 交给班长 爸 我不想退出 没有理由 起开出我说有淘汰制 你们都要不相信 以为你们是新同志 我会照顾你们 爸被担心了 把你拖了 接下来接受第二项任务 看好 只说一遍 在我手指方向 高地 二号高地 为二号高地 二号高地上 由你们所需要的 有你们所需要的 集养 也就是你们的 喝的吃的 需要你们最快速度 到达二号高地 赵小 到 你可以选择 再次停留 然后等过我们归剑 也可以选择 跟我们继续前进 你做何选择 我想要跟大家继续前进 你确定 我确定 那么你有没有信心 我有 打他 我二号高地上 一分这一会儿 一分这一会儿 从区 从区 到区 一分这一会儿 好 来来来 至于大家这次表现比较好 那么在我们前发50米处 我们做个修整 然后完了 对能量进行一个补充 好尽快解除 继续前进 持续前进 对新兵们的安全意识 和警惕性比较满意 教员宣布了开饭的消息 这顿饭 他们的食物是自热米饭 好想喝 真的好想喝 基本上还剩一壶左右 这是我当兵以来吃过最香的饭 我也想说这句话 没有之一 这就是最好吃的饭 经过短暂的修整 现在他们要沿着两座山之间的峡谷下山 而这里不仅没有路 地形也是十分危险 很快 张士达他们就到了拉链的最后一个环节 抓住 有没有笔 那么现在在我手指方向 为我们的舍服的据点 你们合理分工部署 把兵力部署下去 部署下去以后 进行秘密的潜伏 等待犯夺分子出现以后 相机实施抓捕 就这边 根据教员给出的信息 张士达他们很快找到了 将要舍服抓捕的地点 这里是一个三岔路口 经过研判 张士达和战友们决定 从各个方向全面守住这片区域 只待毒贩出现 便上演一出《瓮中煮憋》 张士达和战友们决定 这个抓捕模拟的情况 还是比较简单的 其实主要目的 就是让我们这些新兵 先体验一下 具体怎么战斗 肯定还得等我们下连队之后 再进一步去学 这次拉链 我觉得最主要的收获 还是自己变得更坚强了 以后面对各种困难的时候 肯定更有信心去克服 拿个墙管 听马铅正中后降水 以此拉链 为新兵们的心训生活 画上了句号 正式成为一名军人 以后的道路 还会充满各种艰辛和困难 但相信他们都能以强大的意志 和无坚不摧的勇气去克服 因为他们是战士 是祖国和人民的守护者 四千里慢慢穿葬线 即将服役期满的老兵 最后一次踏上征场 辽阔壮美的河山 再次唤起他们 使之报国的豪情壮志 蜿蜒曲折的318国道 载着他们挥之不去地 一一申请 天路十八弯 七十二道管 一路攻坚克南 川藏兵战部 顺利完成冬季物资配送任务 老兵也完成了他们内心 与川藏县申请的告别 军事纪使近期播出 我与川藏县的告别礼